把最温馨的画面留下来 子女们将毛巾拧干 轻轻为父亲擦汗 并替爸爸按摩 感谢他中年辛劳 以及为家庭无悔的付出 住进相公所今天上午 举办父亲节表揚大会 邀请乡亲一块来天使花园同乐 不少民众一早就带着全家来参与 陪伴父亲欢度愉快周末 咱俩一个家庭 少了父亲的话 少了爸爸的话 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那我们这一次 竹田乡的谋划父亲的代表 受到我们各村的村长 还有李市长的推荐 把我们竹田乡 所有的村的代表都提出来 这些是不简单的 谋划父亲 刘生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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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那么慢是长的 村长奉茶向竹田乡的模范父亲们致上最高敬意 接着进行表揚大会 感谢全天下父亲的用心付出 为孩子打造遮风避雨的避风港 因此特地筹办活动 也让父亲们感到相当温馨 我好高兴 我女儿实在是很孝顺 心情蛮高兴的 家庭也美满 很快乐 很幸福 在庄呢 我们有江山 来感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父亲 因为你们的努力 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也让我们竹田乡更进步 竹田父亲节模范父亲表揚系列活动精彩多元 不仅让辛苦的爸爸们提前在这个大日子里 感受到公所的用心 透过表演活动 更凝聚了家庭情感 让这个温馨的父亲节庆祝大会 充满爱的力量 屏东旭无听语相思采访报导